细针穿刺活检的过程是怎样的 首先需要医生来评估您是否需要做这个检查 第二就是要告知医生您现在正在使用的药物和既往的病史 以判断是否适合做这个检查 如果上面都已经通过了 在具体的进行细针穿刺活检的时候 您会以养落位躺在一个检查台上 我们会在您的肩颈部垫上枕头 以增加您颈部的一个暴露度 然后会在消毒之后 有一些病人会进 有一些医院会进行一个皮肤的表面麻醉 有一些折不会 两种情况都有 然后会在超声的引导下 找到您的甲状腺节节所在的位置 刺入一根针取出相关的细胞送检 然后拔出针之后会以压迫的方式持血 您需要自己按压这个穿刺部位约30分钟 观察30分钟后 如果没有特殊的异常您就可以离开了 在穿刺的当天 这个不能洗澡 第二天如果穿刺部位没有红肿 热痛等其他的异常 可以正常的洗澡 特别要提示的是 在穿刺的过程中 您不能咳嗽或者是随意地动 所以如果有慢性咳嗽 或者是正在感冒 咳嗽比较剧烈的患者 可以推迟做这个检查的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